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醉起 青阳郡立阳城 萧家底细 几品林根 整个青阳郡从人不知的天才 然而不知何故 林根退化到低品 十二条竹脉再次缝合 修为荡然无存 因为林根修为倒退 他的未婚妻带人来萧家混婚 狠狠将其羞辱一番 后来萧家觉着丢人 将他逐出了家门 预知后事如何 青阳 没想到你体内还燃烧着相声之魂 这小子 妥妥的废柴退婚留难煮啊 那我就是他的老爷爷咯 赵门 你愿意烧一个废物吗 当然不愿意 我也知道 自己不配做铁骨争争派弟子 君掌门 都有打扰了 小公子 你只要留在铁骨争争派 在掌门教导下肯定会找回师去的 出门左拐就是悬崖 想死就跳下去 也许因此获得奇遇 走上人生巅峰 从我变为废物的那颗起 就注定 不会再有什么奇缘和机遇了 奇遇是给有准备的人 这世上没有天生强大之人 只有天生要强之人 被未婚妻毁婚 你能忍受吗 被家族唾弃 你能忍受吗 你不想再次变强 告诉那目光短浅的女人 那群冷血的族人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言止于此 要滚就赶快滚 君掌门 我想加入铁骨争争派 我想找回市区的一切 过往你压抑太久了 接下来 本座带你重拾人药 让一个极端消沉的家伙恢复武道信心 请叫我嘴强王者 门派弟子子指质普遍不高 如今又说一个废物 是会拖累门派发展 你不觉得把他们培养成强者 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吗 再说你不还出了个支线任务吗 赚了五个点 对了 加上最急 门派人数又达到一百了吧 门派任务可以开启了吧 系统检测 成员已满 请弟子全在门派 符合要求 门派任务启动 这么多吗 而且这都什么任务 挑份上菜的 宿主如果不满意任务 可花十点刷新 嗓嗓弟找找狗蛮好的 这些弟子也该历练历练了 青阳 带弟子们来接任务啦 青阳的那混蛋几句话 就忽略带铺来写信 老爷爷 你想写什么信 您需要写什么信 您需要写什么信 您需要寻常笑 你死定了 系统你看 我对花费贡献点已经过敏了 希望这次的十点画得够值 力量测试机 可精湛测试力量数值 宿主每隔一段时间 可以测测自己和弟子们的成长 我来试试 宿主现在的力量是1800斤 宿主你能开卖十一段无可 大约只有1500斤 是因为一惊惊吧 我再试一次 君长相 你快滚出来 这浑口的沙哑的南低音 都有点千里传音的感觉啊 是来了个很不好惹的敌人啊 先前你回来了 外面你有看到什么敌人吗 有着低沉而性感的嗓音 君长相 知道给一群耳背的老人 血腥多废喪子吗 原来是你的声音啊 冷 冷静啊 千里 别打电了 我甜美可爱的少女烟 猶唐 天空 哥 isme 面